好,我们上课好了 那个星期二,我觉得有一部分讲的不是很好 那我今天再把它补充,然后把它讲详细一点 那么我现在就把那个包里原理就有关,不有名字 不有名字,不有名字,我把它讲清楚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说 这个原理告诉我们这样 这个破函数跟这个破函数就插着 你知道我写的意思吗 你把这两个对调变成这样 任何一对,然后这边要拆个符号 这是包里原理告诉我们的 我写的任意 说我写的意思没有 一到n,总共n个n个电子 中间的任何一对 你把它对调的话 这破函数要插个符号 我这边强调这个 任意一对都要满足插个符号 那你书上用的破函数是这样 事实上是用行列式 事实上是用行列式来表示这个破函数 那我们知道行列式有什么特征 行列式有什么特征 你任何两行对调的话就拆个符号 还记得 所以行列式就有这个特性 所以用行列式来表示 那现在很多理论计算 都是用根据这个 那我们现在举 我现在书上有很多包括n个例子 还有三个例子的 我现在我们现在用那个 两个例子 两个 n等个2做例子的 n等个2对不对 那n等个2的话破函数 比如这样 你这样写也可以 这样也写都可以 只是把这个跟这个差别 你们书上就用这个 你们书上就用这个 那这样写都可以 那也就是说 其实这个是行 这个是列 这边刚好对调 行跟列对调而已 那我们知道对行列式来说 它还是一样的 它这个结果是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这个我们把那个 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可以分成 这边不是两个Sigma 我们可以分成 几种今天的讨论 第一个 我们做Sigma1 是等于 等于正分部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 Fly 那我这边就写成U U1就是 我简写了 我用这个符号来表示 这是第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Sigma1 对调 这是正的对应这边负的 负的对应这边正的 就符号倒过来 那我们这边有两个 对不对 对起来 我写 这样对不对 有一个是正负1 一个正的负的 然后负的正的 OK 那我们这边可以重新组合 分成两个 一个是这个 我们把两个相加 这边不是就两个函数 两个破函数吗 我们把两个相加起来 然后除以更好2 这个是相加的 这些两个 这边有两个 这上面是相加的 上面是相减的 我们来分析这两项 这两项的话 你把1跟2对调的话 这边是 我画上面这个是对称的 对自选来说对称的 以下这个自选来说 是反对称的 所以这个还是怎么样 还是反对称的 但这个呢 这对称的 所以这对称 不符合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这插掉了 这个是对称的 因为反对称跟反对称 负负得正 对不对 负负得正 所以是对称的 所以这是不符合 不符合包的原理 所以我把这插掉了 这样听说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组合成几个状态 组合成三个 这边有两个 正负负得有两个 这边一个 所有三个状态 用行列式 我意思说 用行列式 用行列式我们可以组合成三个状态 讲清楚了吗 OK 那这是用行列式来表示 这是用行列式来表示 就是反对称的 另一种做法是这样子 另一种做法是这样子 上面呢 自选部分是反对称 就我们把空间部分跟自选部分分开来 因为假如是自选跟轨道没有交互作用的话 我们这两个可以分开来 那这是自选部分 这是空间部分 那自选部分是反对称 空间部分是对称 这边呢 自选部分是对称 空间部分是反对称 那这样整体来说还是怎么样 整体来说还是反对称 就一正一复 所以是反对称的 因为这边有两个情形 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 我们用这个 我们知道自选对称 我们在前面自选那张都讲过 自选对称有三个状态 一个是什么样 正 正对不对 一个是这个 是不是 我们自选对称有三个状态 这样的话 US呢 对比起来UA 跟我们左边的UA是一样的 所以是等于根号2 对不对 这是第一种情形 所以你们比起来这个 刚刚好怎么样 这三个情形 就这三个情形 刚刚好就是这个 左边 左边的三种情形 刚刚好就这三种情形 一二三 第一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这个 第一种情形 自选是反对称的 那破案数呢 空间的破案数就要怎么样 就对称的 然后怎么样得到对称的 对称的破案数 反对称很容易 反对称我们有行业试 反对称我们有行业试 对不对 那对称怎么得到 对很简单 你把反对称的符号 政府有反对称吗 把反对称的符号换成正号 就得到对称了 对吗 我再讲一次 你把反对称 政府不是有符号吗 你把这个符号换成正号 全部都换成正号 就是对称的 这符号换成正号 这样子就我写的意思了 你把这个符号 把它换成正号 就得到对称 那你比较 你比较左边跟右边 你比较左边跟右边 告诉我们什么 对 告诉我们 你用行业试表述的话 得不到正 这我讲的意思没有 你用行业试表述 得不到正 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项 所以那个 用行业试表是 是有它的怎么样 有它的缺陷 用行业试表 有它的缺陷 这也不清楚了 这个 我要加一个 加个字号 就是说当 alpha 不等于beta 这样写法 是alpha不等于beta 如果alpha等于beta 就等于什么 alpha等于beta的话 这两项是一样的 这两项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不要需要前面的规优化系数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了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样子的 因为这两个一样 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 那这本身已经对称了 这本身已经对称了 所以要记得 这一部分有两个 一个是两个不等的 一个是相等的 这是同一个轨道 假如用原子的话 是同一个轨道 假如用我们现在用的 无线未能颈的话 表示同一个状态 所以有两个 这样你这样清楚了没有 OK OK 那我们原先这边都是在 你们书上是在那个 无线未能颈的那一张讲的 那我们现在把它应用到怎么样 把它应用到原子的先行 说在原子里头 我们要讨论原子里头的电子 那这样我们的波环式就变成这个 我们现在的量子是什么 我们要用 我们原子的轨道怎么表示 Nlm 对不对 那这个很长 所以底下我用简写 我把它写成这样子 这个Alpha就是这个 我把这个简写成Alpha 这个呢简写成Beta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底下我就不用写那么多写那么多符号 这样这样知道 那相同轨道呢 那这是 那如果相同轨道的话 是这样 这是不相同轨道 这是相同轨道 我写好了 那反对称呢 然后你们知道 就说 这个对称是对应什么 是对应自权部份是反对称的 这边是对应自权部份是什么样 是对称的 对不对 那这个结果是包里原理告诉我们 包里原理告诉我们 这个破坏数必须是分成这两种 那这两种对能量有很大的差别 等一下我们来推导都知道了 然后在这我们首先讲 讲这个情形 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看反对称的破坏数 也就是自权对称的时候 第一种情形 当R1等个R2 就是两个电子的位置相同 当R1等个R2的话 这两项怎么样 消掉了 R1等个R2 这两个完全一样 所以消掉了 所以我们就得到 这破坏数等 它破坏数韩式值等0 那我们知道后兰率 后兰率是怎么样 就是发现两个例子 就发现两个例子 在同一个位置的后兰率 是等于破坏数的绝对值平方 所以怎么样 也是0 那这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告诉我们就是说 在原子里头很多电子 对不对 两个电子在同一个位置的后来 几率是等于0 也就是说两个电子不会在怎么样 不会在同一个位置 就是说当自权 自权对称的时候 自权对称的时候 两个破坏数不会在同一个位置 反对称呢就可以 这个可以 对这个来说 对这个来说 它可以在同一个位置的 这样亲自吗 对这个亲自来说 它可以在同一个位置 但在这个亲自不行 就两个电子的自权对称 它不能 这两个电子不在同一个位置 那曾经有那个 曾经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这作者它说 它说 因为有个排斥力 所以它不会在同一个位置 但这个观念是臭的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会跟你讲 为什么是臭的 那第二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 我当 α等于β 就同一个 轨道 UA那也是0 OK 所以后燃率 所以后燃率也是0 这边是告诉我们说 当 两个电子的自权 是对称的时候 两个电子在同一个轨道 后燃率是0 也就是 两个电子自权 如果对称的话 它不会在同一个轨道里头 这样清楚了吗 那这个呢 就是你们在 普通化学 普通化学所学的 那个胞里不共荣的原理 这样清楚吗 这个就是你们在 普通化学所学的 胞里不共荣 也就是有两个自权相同 它是讲自权相同 不会在怎么样 不会在同一个轨道 但这句话要有点修正 因为 自权对称有三种情形 自权对称有三种情形 这种情形是两个自权怎么样 相同或者平行 这也是两个自权相同或者平行 但中间这个就不是了 这样清楚吗 中间这个不是相同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平行 我们不能这样讲 因为它有一正义副的 这样清楚吗 所以正确的应该这样讲 正确的讲法应该怎么样 两个变子 自权对称的时候 不能再怎么样 不能再同一轨道 这样讲是比较正确的 不是平行 你们可能在符号 符号所学的时候 它平行或者是自权相同 这句话要修正 讲清楚没有 所以我把它写下 自权相同 不是相同 自权对称 自权相同的两个变子 它不会再同一轨道 这样会的吗 那这两个结果 会产生很大的能量差 它有很大的能量差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 我们把那个能量算出来 就两个电子间排斥能量 我们知道两个电子之间 它有个护轮位能 所以 所以我们要知道 它的排斥能量 就算它怎么样 算它预取值 那我们先讨论怎么样 我们先讨论 那个自权对称的 我们先讨论 那个自权是对称的 所以我们的积分 就变成这样子 这是空间部分 这是自权部分的 那我们下一笔 我们把这个破案式带进来 我们把这个破案式带进来 我们就得到 我们把这个破案式带进去 对不对 都抄了 那这么把它盛开来 我把它盛开 总共有四项 所以等于 它总共有四项 我们总共有这四项 都抄好没有 那么我们来分析这四项 这一项 你把这一项的 R1跟R2对调的话 就等于这一项 所以这一项跟这一项是一样的 这一项跟这一项是一样的 你把R1对 你把这两个变量 这两个变量对调就跟它一样了 就积分的符号 你把积分符号 积分符号对调的话 是一样的 这一样 你把积分符号 R1跟R2两个 这两个积分符号什么样 对调就跟这一样 所以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这一项等于这一项 所以我就把这一项 插掉了 这一项 然后二跟二则消掉 所以二就没有了 那么我们来看这两项的物理意义 我们来看这两项的物理意义 你知道这两个乘起来 这两个乘起来是什么 UαR1 这是什么 这就是绝对者平方 那这是什么 你如果再乘上1的话 就电荷密度 所以这个乘机是电荷密度 这个呢 这两个呢 另外一个电荷密度 所以这一项是等于 所以这个 我还有这个 变成两个电荷密度相乘 所以第一项是什么物理意义 对第一项就是我们古典的什么 古典的库仑位呢 库仑排寸呢 这样讲比较对 所以第一项是古典的库仑排寸能 所以我就用这个符号 U 这是库仑 知道这个意思 这是库仑的排寸能 就我们用古典电动力学算出来的库仑排寸能 后面这一项呢 这一项是古典物理里头没有的 这一项古典物理里头没有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项 是因为破寸需要反对性来的 所以这一项的时候是从包鲁原理来的 包鲁原理告诉我们说破寸需要反对称 所以才会跑出这一项出来 那这个我把符号也挂入进去 这一项我们叫交换能量 就后面这一项我们叫交 对不起 这边还一平方乘过来 就乘到这一平方 这叫交换能量 就一平方乘到后面这个积分 这边的一平方乘到后面这个积分 叫做交换能量 英文就这 很清楚吗 然后这个积分我们常常写成G 我们常常把它写成G 所以我们U U库仑 剪掉G 然后这怎么样 小于U库仑 所以当在这个情绪下 在这个前提下 当电子自旋对称的时候 电子自旋对称的时候 这两个电子之间的 它的排斥能 这是古典的 它要剪掉一个数目 这是正的 所以这个是怎么样 这能量是比 古典的困能为能量小 所以它的能量是降低的 清楚吗 所以它的物理意思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用物理方式来理解的话 就是说古典物理 我们在古典物理的时候 比如说不是要做这个积分吗 对不对 这积分有没有包括R1等R2 有 这积分是包括R1等R2 都包括在积分里头 但是 但是当自旋对称的时候 R1能不能等于R2 不能等于R2 所以我们要修正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项 把这一项看作是包里原理的修正项 就原先这个算太大了 为什么原先算太大呢 因为原先是允许R1等R2的 这样听着吗 我们原先的计算是允许R1等R2的 但包里原理告诉我们怎么样 如果自旋对称的话 R1是不能等于R2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算了 都算要把它怎么样 把它修正回来 这样听着吗 所以它真正能量比 用古典的算出来是要小 所以这能量是负的 这交换能量是负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 为什么我说 有人 有书了 其实书本 不是 有书本 好像 固态物理的书本 他说 两个 我们不是发现有这现象吗 他为了解释这现象 对不对 他把它想象成排斥力 因为两个垫子不能在一起 所以他就用古典的方法来想 说他不能 他有个排斥力让他怎么样 有排斥力让他不能在一起 但这观念完全错的 因为排斥力能永远是大一点 你们知道排斥力能怎么写 排斥力 你说如果两个垫子是排斥力 你把它挤进去的话 你要给它怎么样 你要给它能量 所以排斥力能量是正的 但这边是负的 这样清楚吗 排斥力是正的 这边是负的 所以你不能用古典的方式去想 所以一直在强调 这是样子物理现象 你不能用古典物理来想的 这样清楚吗 我刚讲的观念清楚了没有 另外如果我把它换成 我刚刚是这个 我如果把它换成A的话 就两个垫子自旋是 两个垫子自旋反对称的话 这边就变成加号了 我只在这边 我刚刚就把它讲完了 如果两个垫子自旋是反对称 U等于U加上Z带U 反而能量更高的 当垫子自旋是反对称的时候 垫子自旋反对称的时候 能量反而更高了 比古典物理算出来还要高 然后根据我们这个结果 我们来讨论那个 我在多几分钟没关系 我们来讨论你们在普化所学的 你们普化是这样学的 还记得你们普化怎么样 那个垫子的轨道怎么添的 假如说一个轨道的话 有两个垫子的话怎么添 对不对 是这样写的吧 同一轨道 同一轨道有没有交换能量 没有 我刚刚写到哪一圈 同一轨道的话 因为怎么样 因为U 只有这一项而已 所以没有交换能量 同一轨道 同一轨道以上一下的话 没有交换能量 就两个电子反对称 那这种如果有两个轨道呢 如果有两个轨道 一个是一个是以上一下的话 就这个情形 两个反对称 反对称这个情形 所以能量是多少 能量是U 对不对 OK 那另外一种情形 两个轨道都同方向的话 是U 剪掉这些 就U了 就是根据我刚刚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你看哪一个能量比较低 对 右边这个比较低 这就你们在普化所学的 那个天轨道的方式 这样会吗 OK 所以你知道 当你们普化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呢 但我这边是告诉你 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样牵手吗 要记得 这一项是非常大的 这一项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知道这一项怎么来的 是这个积分来的 这积分它的大小 跟它是同一个order 你们这order的意思 同一个适量级的 也就是说这一项的来源 是从库能位能来的 库能排射能来的 所以这一项非常大 这一项就持续了来 这个原因就持续了来源 例如说铁圆子 对不对 铁圆子它要 我们用蒙好了 蒙有几个低电子 五个低电子 它有五 低轨道有五个 低轨道有五个 所以它电子会怎么排 对 从排成同一方向 为什么要排成同一方向 因为是这个情形 它能量可以降得怎么样 每一队 每一队都是有这个 所以能量可以怎么样 可以降得很低 这样清楚吗 所以蒙原子 蒙原子它就有一个 持我局存在 那为什么这样 就是因为这一项来的 完全是包里原理的 就是包里原理的 就是反对称的 这原因来的 破完是要反对称的 来的 这样清楚吗 OK 那么这一张 我们这一张就上到这里 那我给你们一个西题了 你们做第二题跟第七题 我就不写了 你们做第二题跟第七题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